接着是今天的课研进身去的单元 一起来看看大风哥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客家谚语 他的意思是说啊 女婿就等同于半个儿子 大家都是一家人啦 举例来说老王对女婿的期望很高 因为在他的眼中啊 半分四龙 半分字 女婿就等同于半子 希望他能像亲生的儿子一样 成为家族的支持与骨干哦 大家听爱过娘去拜 半分四龙 半分字 按字声 装下去了